然後切過來 Ctrl V 並且怎麼樣呢 把這些欄位選取之後 常用裡面呢 做什麼呢 格式裡面的 自動調整欄 欄寬 因為它貼上之後欄寬不對 有沒有 切過來之後的話 再切回來 再怎麼樣取得這個名稱 Ctrl C 然後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按右鍵重新命名 Ctrl V 菜頭對不對 然後再怎麼樣 找到菜頭的範圍 並且把欄文名稱 Ctrl 按住 按 複製 然後再切過來 再貼上 然後再怎麼樣一樣的動作 格式 自動調整列高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切過來 如果說公司內部有100個 業務人員 我看其實很多人就是每天都做這些事情就對了 切下去 我看很多人真的都每天就他工作就是 做 做 做VBA可以幫你處理的事情 但是他每天都在做這些 那但是要做多久呢 你就慢慢弄慢慢弄吧 如果有100個業務人員 他大概就慢慢弄 弄的一個 一天一個早上應該就差不多吧 一個早上也許做完 可是實際上如果他可以 他了解那個 VBA我們上禮拜做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呢 只是按一個按鈕的動作就完成 就完成 比如說這些 這些不要刪除 那比如說 我們上禮拜做的就是 從那個 聚集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快速分 按一個執行 其實只要執行完之後呢 結果呢 就通通都搞大功告成 那因為我們這邊只有六個看不太出來 如果說這邊有 人數越多越明顯 越明顯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上個禮拜我們所講的 所以 對於一些工作效能提升上面 我想像類似像這樣的sample 一定會有一定的幫助 只是說 接之後你要怎麼去 把我們 我所上課的這sample 直接用在工作上面 那稍微再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這個快速分類到底 我把它編輯一下 按下編輯之後的話 那自行